今天來到圖書館這邊 然後也很榮幸就是能夠得到這樣的邀請 因為對我來講有點受寵落盡 就是我就是 但我也剛好用這個機會整理了一下 我對於所謂的就是對於學習或教育的一些想法 那裡面的內容就大家聽聽看好 大家聽聽看請大家期待 那為什麼會取這個名字呢 我底下也會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解釋 但是這裡面很重要的事情是 在受教育的過程當中 我們自己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你怎麼也要去尋找 你要尋找 然後你要找什麼樣的路 這是我取這個名字的由來 但是底下我會講請阿薩克思想家 包括這個土耳幹 社會學家土耳幹 哲學家尼采跟政治學家 政治哲學家 應該他叫政治理論家 和男人的想法 我先介紹一下 就是我是百川學成的老師 那百川學成是一個大領域的學成 所以在這裡面 他的招生是用特殊選產 那裡面有非常多的學生 是來自於所謂的實驗教育 然後有的時候是這次的學生 他們來到教育大以後 他們可能會問說 我到底為什麼要來這邊上課 因為他們覺得處處遭到束縛啦 什麼的 所以我就曾經 為了回應跟解答這些問題 開了一門課 就是幹嘛上大學這門課 那時候其實讓我有點意外 因為這個課綱阿 其實你去看 他一開始前面喔 我是菜鳥的時候 什麼社會學台 社會醫療與社會共 那時候修課了 說只有各位書 然後我的學生 就是一個自學生就跟我講說 老師這樣不行 你的課名一定要改得比較手動 他就說好 那怎麼樣比較手動呢 他就說好 所以就有了所謂的生命的導遊 閱讀醫療 幹嘛上大學 教育與社會經典 結果發現這個真的有用 因為那時候我用幹嘛上大學 當教育的時候 修課輪數竟然有50人 那我想說天啊 大家都對這個問題充滿痛苦嘛 但是那個課就是 也是讓我知道說 其實很多同學他們真的對 自己為什麼在這裡 有一些困惑疑惑 那也是這樣的機會 我就開始在想說 怎麼樣比較貼近同學 然後來看相關的課程 好 所以我們的問題是 試著幹嘛上大學呢 現場 現場有人 你稍微想一下 你就稍微我們提一下一下 你想 到底你是為什麼要來上大學 我昨天在跟我的老婆 聊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說 我明天要去教育館演講 然後他就說 喔 幹嘛上大學 啊 爸不就是這些呢 找個好工作啊 娶個好老婆啊 生個好兒子啊 然後組個好家庭 參個下一代 我想說 我靠 你真的是講得太精準了 他不可以上大學 就是為了這個嗎 這基本上 你覺得你好像 大高中讀完 你好像覺得好像沒有完成人生的什麼事情 然後你就會覺得 不行 好像大家在念大學 而現在甚至在跟痛後膨脹 變成大家都要去研究所 每一個人都要說是畢業 可是到底為什麼要念 然後你在實驗室可能很痛苦 但是你還是要把它念完 因為不然這樣可能會被人家看不起 所以我們可能要停下來想一下說 到底為什麼要上大學 那這邊我們就是留一個問號 其實在大學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標點符號就叫問號 就是你要把很多像鬥號啊 句號的東西慢慢的停下來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用點點點 想一下而已 是不是該停下來思考一下 或者是說我們用問號來想一下說 到底這裡面點得出什麼樣不同的想法 我要來開始囉 所以我們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 陽明大學陽明交大的這個新生支持 這個是請一個業界的人士來演講 叫做如何把大學的數千萬價值 先學會榨乾你的學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這個演講 大家都聽過嗎 很有名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怎麼樣定義所謂的大學的價值 第一個是我們要從機會成本的角度來看 因為你來了這個學校 你犧牲了四年的時間 起碼你花五十萬 五十萬乘以四是兩百萬 所以你一定要想辦法能撈就撈 你賺你不用賺 你會把這些該學的東西 盡量加大地使用 所以他裡面舉了很多例子 但他後面有講一些說 不要被執押 不要被科系限制你的執押可能性 然後重視通識課程 然後你要玩社團啊 實習啊 勇敢出高 建立個人平台 你在這邊聽說覺得 欸講得還不錯啊 就是我們應該好好善用時間 我們應該好好理解時間 那 但是想到能撈就撈 榨乾 我會覺得怪怪的 這好像某一個政治人物 也曾講過類似的 叫能撈就撈 能混就混 大家還有印象嗎 可是那時候我們很討厭這個人啊 大家還記得那個人嗎 我想大家應該還記得 最近還是有點在活躍啦 所以這個問題是這樣 但是我們如果看另外一間學校的這個 新生入學的演講 這個 上野千赫子在東京大學的演講 他就告訴你說 嗯 等待你的 他的標題叫 等待你的是一個不公平的社會 然後呢 他在對這個學生說 其實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 都是一個假平等的社會 那進大學以後 其實性別差異就存在了 而且 東京大學並不能免於外 就像我自己現在在上一些課程 嗯 其實在 在我們現在所處的學校 其實性別其實一樣存在啊 那實驗室裡面 也是有很嚴重的性別分化 所以 到底我們 在大學裡面要思考什麼問題啊 那 上野千赫子教授 有提供不同的思考 好 但是他第二個事情是 在提醒說 好吧 當然大家到大學裡面要努力學習 可是 為什麼 他去追問說 為什麼你可以說出 想撈就撈怎麼化呢 其實你忽略了很多事情是 因為你已經是一個 就是 有機會能撈就撈的人 不好意思 這有點小 這邊要講的事情是 上野千赫子所點出的這個點是 嗯 在大學裡面 當然你可以說 我就是賺我的錢 我就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啊 然後我就是學我小學的 可是這背後其實 已經是篩選過的結果 每一個人的條件並不一樣 所以上野千赫子想說 你不要忘記 你能夠來到這裡 不是單純你的努力 而是環境的幫助 你們今天只要想 只要努力就能得到回報 是因為周遭的鼓勵 扶持這點點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 你能夠上大學 其實是有條件的 而這個條件 你已經忘記它 其實 是幫你這樣做的 因為很多可能其他的 沒有機會上大學的人 或到比較後段大學的人 他可能要打工 要照顧家裡 所以 這些東西其實是反而看不見的 但是我們去把這些看不見 是為了所當的 所以他提醒這些同學 對東大的學生說 你永遠要想著這一群 永遠被看不見的人 因為 他根本就不會出現在你的生活周遭啊 他們可能覺得 念書 念書這種事情怎麼 哪裡重要 不重要啊 因為光活著就有問題了 那你們當然在學校裡面 你們是那樣子生活 可是對我們來講 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 所以 他說 有一群人 他甚至是自我看不見的 那對於上野千和成來說 其實 我們在看待這個世界的時候 不是只把 對於這個所謂的 這個世界 就只放在自己的舒服身上 而你是要看到 其實人與人之間 是互相扶持的生存者 為什麼要這麼講 是因為 當我們覺得 這一些所謂的受傷的人 或者是不舒服的人 或者是自我否定的人 他就是 跟我們的生活 完全沒關聯的時候 那如果裡面出現一些 譬如說 復仇慾比較強的啦 紮傷力比較強的啦 他可能在某個時候 就在捷運上做些事情 然後就不肯膩了 這些人的生命 其實還是跟我們直接相關的 所以怎麼樣去讓人 不要活在一個極限狀態 而能夠好好的彼此 攜手相處 這個是 上野千和成在東京大學 支持的時候講的 所以你對比一下 上野千和成的說法 跟2021年交大新生的這個 開唱演講 你覺得感受如何 上野千和成在談的是 社會的不平等 而交大的 陽明交大的這個演講 在講的是 能撈就撈盡情的榨取 學校的價值 而大家沒有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這樣的說法 在陽明交大不會被質疑 而上野千和成的說法 可能不會出現在較大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 在這裡面 我們先用上野千和成的 結論做說 他到底說 在大學要學什麼 他說 你應該學會後色思考 也就是說 去思考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的原因 並且往後面去推就 去處理不確定性 然後去能夠針對這些 也許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 比如說這個社會不平等 性別不平等 那能不能找出一個解答 甚至他說 就是 你在這裡面 你就飛出去 然後人只要活著 然後追求位置 不要害怕異文化 然後他說 我希望你們學會 就是 就算在東大這塊招牌 完全不管用的地方 你也能好好地活著 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 是個文明社會 所以人分高低等 我們也不用假裝說 好像 台城清交這個東西 好像就是對我們來講 其中碰唱 那就是一個等級 它就是一個階層 可是問題在於 如果你拿掉這塊招牌 那你到底能夠為 你自己 為這個人類社會 做點什麼事情 所以上野千二成 他反而認為 大學只是一個過渡過程 而不是你要在這邊 進行榨取 然後進行的 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他要做的是 你怎麼樣反過來 能夠貢獻 能夠去服務 去創造 所以在這邊他說 就是這樣的姿勢 叫做後生姿勢 當然也很幸運的是 在今年2021年 上野千二子的書 有一本書叫做 在前面 這裡 這個 如何做出好的研究論文 身為主持現彈者 那這本書其實就在講 它類似的理念 因為它是在為所謂的 你已經離開學校 然後出社會的人 比如說四五十歲 那大學對他們來說 意義是什麼 大學對這一群已經出社會的人來說 就是能夠幫助他 解決生命的困惑與問題的地方 就是對他們來說 他們回到學校 不是只是為了學位 不是只是為了所謂的文定 而是為了真的能夠回應生命 這是他一貫的想法 那所以到這裡面 我要說的事情就是 在陽明中東大學 我們到底要學的價值是什麼 榨乾你的學校 這個真的是 就是我那時候一聽到反應就很大 我想說 我以前的環境 我從來不會聽到這種說法 可能我那環境太單純了 但是我一來 我就覺得這種說法 那是太有趣了 而且大家會覺得 這是理所當然的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繼續看 剛剛你說那只是業界的 一個人的想法 那到底我們的所謂的 這個移速百貨計畫 或者是學校的這個 官方的計畫裡面 他怎麼樣看待 陽明交通大學的價值 他說 希望能夠自立教育 培養人才 匯聚知識 啟提產業 開拓科學 關懷人文 點點點點點點 然後為了帶來正體影響 必須遵守 卓越創新 誠信 責任多元合作 對啊 沒錯 聽起來相當的好 也相當的舒服 但 因為我已經講到這裡了 你們會覺得 會覺得一定背後有什麼貓膩 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但我要說的事情是 這裡面也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以前兩篇文章的參照點 你再回來看移速百貨的這些詞 你覺得你可以發現什麼事情 你覺得你可以看到什麼 好 光是上野千赫子那篇就告訴你說 其實它直接去面對跟看待所謂的否定面 社會的不好的面向 而且告訴你說 這是我們要面對的現實 可是我們的這個計畫就是 它充滿著正向的詞彙 它會告訴你說 用正向的詞彙 然後似乎沒有什麼事情存在 這個我們可以再說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來寫羊群交通大學 你在這邊應該學到的價值 你會學什麼 好 那我們先繼續 好 當然羊群交大有很多大學特色 我也有出院組織在到雙語世界 這邊的問題是 所謂的雙語是哪雙語 就像雙語國家的爭議 到底雙語是哪雙語 我們要接軌世界 那是哪一個世界 拉丁美洲的世界算不算世界 東南亞的世界算不算世界 這個可以再討論 產官學員共創 校區融合 提升科技產業創新數位形象 主牌形象 然後發展評級體力超前目數 那我覺得到第10點 他可能不知道要寫什麼 所以這個是其實相對空的詞 好 我們來往下 可是商人有謙和什麼就我剛剛講 他直接跟你講 等待你的是一個不公的社會 那在這裡面有提到所謂的不公平 有提到姚明交大所謂的社會責任 社會實踐 社會正義 沒有 在這邊不會出現這個 好 所以 在這邊我稍微回到歷史 雖然我們現在已經是姚明交大了 但是我們要追問的是 我們的精神特色 為什麼會是前面這個樣子 好 這個字比較少 但是主要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交通大學的過往的歷史 它就是一個有所謂的官方這個兩個局啊 就是招商電報局的商人們贊助 所以它跟產業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 也就是說在它的歷史脈絡當中 產業跟國家始終是一個最緊密的力量 而且在這邊它是 跟這個國家發展的這個實業計畫 就孫中山先生提的 但本來這邊就是歷史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介意 但是要說的事情是 基本上就是在所謂的國家建設當中 需要有人做所謂的基礎建設 包括鐵路啊 交通啊 運輸啊 那交大在這個歷史發展部分當中 非常的重要 好 那所以在這樣子一個實業計畫當中 就是 康尤為良幾少知道說 我們不是只是買西方的機器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建立制度 而且我們需要培養的人才 那李鴻 那這個順中山也說 就是我們要有 文青其殘 貨倉其流 那貨倉其流 其實就是當初 這一個所謂的南洋共學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交通大學的前身 最重要的業務就是 怎麼樣讓這些貨物人 都可以交通運輸 然後甚至是去實現 村東山先生所講的 二十萬公里中國鐵路建設 等等等等 好 這是一個比較常的歷史發展 好 但是當我們在看這些字眼的時候 你說 為什麼我們要去港電報 為什麼要搞運輸 當然背後有一個 所謂的 要跟那個獵牆 中國獵牆 這個齊頭並進的這種 血池心理 所以他會講說 但是這個血池心理 到後來 甚至我們在讀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一定不太會有這種血池心理 當然我們如果在 19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你說台灣要發展產業 我們還是有一種 要趕上世界獵活 獵牆的這種心理 可是到現在 我們的護國神山 似乎已經是全世界依賴的對象 我們的心理其實已經有點轉變了 但是這種轉變反而又肯定的是 產業面 經濟面其實是最重要的事情 這邊的這個小小的這個連結 從學校到產業到政府 它是一個財官學合在一起 所以 所以交大的校訓一直是非常務實的 他說 求實學 務實業 精勤力學 敦讀 勵志 點點點點 然後中數認識 這個其實是跟官府有關嘛 實事求是 知心自圓 鬆施度行 沒有問題 這些聽起來都是非常好的字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台灣各校的校學好了 台大是真品力學愛國愛人 然後這個清華大學用的是易經的話 叫做自強不喜後的載物 那 楊明大學 政治立體人心人數 這個政治大學比較有趣 是親愛精神 親愛精神就是你在部隊裡面會看到的屬於 對不對 所以但是我們這樣講就是 跟這個 國家關係非常密切的循璇 好 那但是我們接下來看 就是世界各國的這個 幾個名校的校訓 我也是隨便跳過來 就是比如說 哈佛大學說就是 真理 不過也有人說 那以前的說法是說 我愛柏拉圖 我愛亞里斯多德 但是我更愛真理 最後縮寫就是我愛真理 那 再來這個麻省理工學院是 那個 心與守 就是 心跟守 跟他們的技術科學的這個發展是有關的一個字眼 然後你要看這個 史丹佛大學 史丹佛大學蠻有趣的 他說讓自由的夢吹復 就是他的重點在強調自由 那再來是 游進大學 游進大學說是 上帝是我的光 The law is my life 然後這個 柏林的 紅寶大學說 是 姿勢的總和 那底下 這海德寶大學說是 永遠開放 永遠歡迎各式各樣的挑戰 然後歡迎世界性的這個加入 充滿就是一個 追求自由的精神 自由開放的精神 那北海大大學這個是一個 那時候去教書的這個 傳教師或者是一個老師 他就是 要離開的時候 對著他的學生們說 少年們要胸懷大志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 知名的一個術語 好 你看完了這一些校訓之後 你再回來看我們的校訓 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的校訓應該是有被動過手腳 比如說 台灣大學其實他強調愛國 但是這個國到底是哪個國 是帝國大學的國呢 還是台灣大學的國呢 所以這個校訓應該是一點點故事啊 那底下這個當然你就是 剛剛政大講的 所以清大交大這個 我們就放在心裡 你可以知道 其實我們所在意的文化跟價值 你去比較 西方人強調真理 強調信仰 強調自由 強調開放 但我們基本上就是 好好做事 好好做人 然後不要去惹失聖非 對 這是我們這邊所強調的價值 重視失業 好 所以 就有相關的討論就是說 1970年代的屬於是 來來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 80年代隨著科學園區成立了以後 就來來來來來清澆去去去去去園區 就這樣的說法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合校情緒 你可以看到在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正面而中性的字眼底下 其實我們看不到什麼 可以讓你引發熱情而衝動的字眼 不是嗎 它其實比較像是一個 在介紹我們這個陽光交大情侶對產業 對於國家社會 其實可以有貢獻 但是 它似乎對人類 對於所謂的人 做為人這件事情 很糟糕 雖然有所謂人物不情懷 但是 好像就是因為有個什麼 應該要放一下 但是其實那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們再來 重問一次 就是 剛才你看完校訓之後 那你再看代曉了什麼 我能夠想到的 我能夠想到的就是這些 公平平等證 自由 人性尊嚴 信仰神聖 各式各樣 那些屬於比較感性層面的 能夠讓你的靈魂 沸騰的東西 其實在這個學校裡面 比較少 因為它要求工程師 精確的腦袋 冷靜的頭腦 我們要從實學誤實誤 不要被那些非理性的給控制 但你如果去看 在這個所謂1996年的 這個交大百年校信的校刊 就有提到 老師們對於學生們的觀察說 學生們都很用功啊 認真啊 但是好像少了點火花 少了一點文文寬緩 但我不知道現在的情況有沒有改變 但是從一個歷史傳承下來 到底火花熱情 跟所謂的非理性有沒有被鼓勵 那這個我們大家可以思考 好 所以 這邊的 算一個小小總結的問題是 幹嘛上大學 就是 當然這個問題可以變成 幹嘛上姚明中通大學呢 大學是職業訓論所嗎 當然這個答案有很多種 他可以是是 他也可以是不是 他也可能不只是 好 那所以就是這個部分可以留給大家想一想 那底下我要開始帶入幾個可能的思考 就是今天的這個題目 我前面有這個開場是要說 我們覺得非常理所當然的事情啊 當你開始去追問說 為什麼是這樣 你把它當成是一個蒙昧狀態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去慢慢滋養說 我怎麼樣去把它的正確的釐清 那個正的意思啊 在以前的甲骨裡面是 一隻鳥然後飛到頂上去 下面是鳥的腳趾頭 或者是指 腳趾那個指 就是跟那個腳趾的指是一樣的 所以它是指 又是智 就是道的意思 所以蒙伊揚正義神說 你怎麼樣透過所謂的認識到 王妹不確定 或者是這個茫然不安的狀態 然後你覺得好像有些東西在裡面 但是又不知道那是什麼 然後慢慢的去想說 我到底怎麼樣去克服 或面對這些狀態 所以開始這個蒙 如果沒有蒙 如果一切事情都是明白無物開朗的 那其實你不太需要 以為有什麼正的過程 反正就明白了吧 可是我剛剛講的 明白本身就可能是一種蒙騙子 是你沒感覺的 所以這個是 這個字 這段話出自易經啦 它是蒙化的範狀 然後我簡單講一下蒙的意思 蒙的意思啊 它本意是草泥 這個許慎說叫兔絲子 好我們就暫時先接受這個說法 說所謂的蒙 蒙面的蒙跟兔絲子是有關的 然後這個蒙的上面草的草 是複蓋的意思 就是蓋住 好像什麼東西你看不見 那如果我們把所謂的這個解釋當正 當然不是所有學者都會採到一個說法 但是我們作為一種想像力的看法 我們來說 兔絲子是一種什麼樣的植物 什麼樣的寄生類 或者是這個植物 這邊大家可以跟妳講說 它是一個蒙花色 然後它會覆蓋 這邊顏色不太清楚啦 反正它就會蓋在植物上面 而且呢 它蓋上去了以後 它會不會把那毛孔伸到那個植物裡面 它是一個會寄生的植物 然後呢它產生澳洲 身體高度很特別 它會攀附在其他植物身上 然後進入宿主 移居養分為生 本身有氦含散物品 所以它是一個病蟲害 它是一個寄生者 然後但是 這邊的問題是 病蟲害是從誰的觀點來看 被寄生的那一個植物嗎 可是對於這個兔絲子本身來說 那寄生人家 它是以求取生存有什麼不對嗎 所以到底蒙是不是一個負面的用語 得要看妳站在誰的立場來看 妳是站在被寄生的那個 就覺得兔絲子很可惡啊 是植物病蟲害 或者是妳站在兔絲子的立場來看說 它就是為了生存而先展現它的生命力 好 這種是兩種看法 所以 從上面的看法 妳再回來這邊看說 好吧 傳統的解釋都會說 這個兔絲子 它吸收了這個養分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蒙給遮開 把它遮蔽 可是 好像只要出這個後快問題就解決了 那我們再來看到底所謂的蒙 如果我們把它拆開來看有什麼 什麼意思 這個蒙啊 它的這個結法師上面是一個這個蒙 就是它是重複就蓋住的意思 然後下面的死是豬 可是妳說豬有什麼了不起嗎 家庭的家裡面有隻豬啊 可是當妳真的去查以前的字典的時候 它就要告訴妳說這些豬非常的勇猛頑強 然後它非常的兇猛 而且它有可怕的立牙 所以一個兇猛一樣的豬 然後它被蓋了不黛 它被蓋了不黛 我看一下妳看 我看一下 這個是它有莉雅的這個討論 然後妳看經文喔 經文就是以前刻在那個頂上的這種文字 它就是跟妳講那些 這些這種豬它有一點點的腳 然後它有殺傷力量 但因為我知道它只有有錄影 所以有版權 我就不放這個常常 就是宮崎駿的這些圖像 就是妳如果有看魔法公主的話 妳知道裡面有隻神豬 山豬 然後長得超大隻 而且力量超大 但是呢 它因為人類的私心或蒙運 然後最後長了一堆什麼東西 在它身上整個寫魔畫 這個圖妳可以自己補一下 要不然就是可能會影響到妳的 所以我再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蒙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一個複雜的事 就是到底什麼叫做蒙 這個字的形象 我就把它用這個隨便弄一下 就是這邊有個布袋把它蓋起來 所以妳這個豬雖然很恐怖有力 雖然很大隻 之前也可以攻擊人 但是被蓋住了 妳原本的那個生命力被壓抑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討論底下 就是這個字啊 都會告訴妳說 它是一個不清楚的 模糊的 然後簡弱的 整個這個字一直這樣在講 好這個是它的後面衍生 我就不多講 但是蓋腹無微就是少少的意思 然後雨萌萌就是萌萌 萌萌的意思 所以我們來回到以前古代人 怎麼樣再講所謂的學習這件事情 好了我覺得我好像時間好講看一切 好那總而言之 呃在以前的人看裡面 萌這件事情啊是 它有兩個要素所組成 一個是危險 然後一個是思考 那這裡面又會設計異性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直接簡單講就是說 萌它的掛像啊 它是這邊這個坎是危險的意思 然後這個是山 這個是思考 這個是梗 就是你要停下來 比如說腳跟眼跟 然後你停下來思考 所以遇到了危險 而你能夠停下來思考 這樣的狀態叫做萌 你什麼時候能夠自覺到 某這件事情 是因為你覺得 好像有什麼東西不對 然後你察覺到不一樣 然後你開始思考 而這個思考 能夠幫助你 去面對這個危難的狀態 你不會看到危險一直衝 然後衝到最後 你就完全完蛋 你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停下來思考 是這個掛非常重要 那我覺得 學校是像這樣的地方 它幫你阻絕外在世界的危險 幫你停下來思考 那這個是最後我講 惡然會講到的部分 那這邊是兩個掛的部分 但是我要講的事情是 面對危險 對於這個過往的人來說 就是你要做你該做的事情 然後想辦法去 一關一關克服這些危險 那在所謂的更多 那在跟你講說 其實你就是在一個 有限的範圍裡面 好好地去把事情影響清楚 但是它只是思考 它是停下來的意思 立足你的腳跟 然後去反省去思考 當然這件事情 還有一個問題是 你怎麼樣重新回到行動 從危險到思考到行動 中間其實是有個斷裂的 但是在萌掛這個階段 它只是先告訴你說 你要先意識到 你是一個被抹蔽的狀態 你才有機會繼續往下走 否則你的行動 基本上只是濃動 然後你完全不知道 危險都在你的眼前 所以在這裡面 它會跟你講說 遇到這個狀態的時候 然後其實你要去找一些親密的人 或者是 像你的老師啊 或是朋友 來幫助我們去理解這個狀態 因為你問陌生人陌生人 也會幫你 然後 給我求同行 同行求我 這件事情講的事情是 你首先要先有所謂的病識感 你要知道你遇到危險 要不然你說 欸 老師在這邊 然後你就是說 欸 我來教你 我來教你 可是各位同學 你根本就不知道 這種東西對你有用不是嗎 我只是覺得 我一人有用只是因為學生 所以 很難的一點是 這個掛牌 他一開始在跟你講說 要有動機 你必須要有動機 你才會知道說 到底 我要怎麼樣去面對這個狀態 書四告再三五告 堵是水溝的意思 就是呢 但是你現在去求教 老師也告訴你了 可是呢 你就是 不去回音 那你就是覺得 欸 老師 你再跟我講一次嗎 你再講一次 其實這種時候 最好的方式就是 不要代理這個學生 就是我們常常會 有教務類啊 老師是福利無限公司啊 可是 這樣的結果反而是 會讓學生被寵犯 因為他沒有辦法 變成自己去解決問題 所以這個是 以前易經動的講 所以你要 最後為什麼講 離真理就是 以刀切割 這個道指的意思 所以你其實在 學生問了 反覆問了幾次之後啊 那如果他就是覺得 你的見解 或是你的判斷沒有用 那你要做個決斷吧 就是你是你 我是我 我們都路邊各手奔機 那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這樣子才會有一個 比較好的發展 否則我樂位 我一直覺得我要幫你 我甚至要代理你 去過你的人生 跟你講怎麼樣比較好 那這個其實是 老師自己也有問題 所以以前的文化是 這樣想的 所以 他強調幾個點啊 第一個是時機 叫時鐘 第二個是自應 自應是說 老師跟學生之間 要有一個呼應關係 第三個是綱中 綱中是就是 你知道你要什麼 所以你要做個判斷 做出斷 然後但是如果 如果在這裡面 如果你有問題 可是你要去褻渡他 你不把他當一回事 那其實就是 這樣的關係 其實就不太成立 所以蒙一養 真身工業師 在這裡面 你知道你有問題 你有麻煩 然後你也知道 你要去尋求一個解答 但是你是非常謹慎的 看待這件事情 而不是隨隨便便說 剛好有個老師我問一下 或者是剛好 反正我就問一下 可是你知道其實 每一次的問答 在以前的人想法是 你要找到一個老師 是這樣的困難 所以你說為什麼要上大學 上大學的原因 其實在這裡面 你能夠找到某一些人 然後他會很認真 看待你的問題 那當然他認真看待 你也跟人認真看待 所以在這邊講說 我們怎麼樣 透過一起去探討 去面對這些所謂某的狀況 而能夠慢慢走到正向的道路 所以我最後總結這一段話 我為什麼要戴易金子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 我們必須先認識到 我們其實是處在一種 看似光明的萌昧狀態 而你只有意識到 其實事情可能不只是這樣 待機 因為一想你看你乾淡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說 思考才會進來 推論才會進來 那大學就是這樣的地方 你說其他的地方 技術學校 他就是照做就好 可是大學為什麼是大學 是因為有一群人 他願意停下來 然後他很閒 然後他願意去思考 這些事物背後的道理跟邏輯 然後他可以跟你講清楚 說明白 那這是大學本身的用意 只是在我們今天 大學大概是一個文明交換所在 所以比較不會去問這個 然後大家學完學分 跟老師緣分的解鎖 可能是我理解的 可能比較粗 但是目前蒙醫養症這邊是說 你怎麼樣不要太快的自滿 然後透過這個方式 來讓你自己保持一個學習的心態 所以底下這個我覺得有點太細了 就是你透過這個先祝來幫助你培育你發展 然後去果性欲得就是裡面這個問難 然後你困難你可以去做判斷 然後你可以在這裡面滋養自己 讓自己成長 太多了所以我就不講 要不然我覺得我會講不完 好 那接下來我要講三種 就是不同的西方思想 因為在這裡面呢 我大概也有三個人 那我也列了比較多 所以等一下如果大家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可以用討論 就是第一個是理性反思 就是兔爾幹其實他在提醒我們說 過去的這些大學啊 他是什麼單身的 他是從教會單身的 那教會在做什麼呢 教會其實是在一個羅馬帝國的 這一個鬥爭當中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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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看一下 這個是說問題一次啊 他會說如果我們只是在意 那個實用目的的話 那我們其實會看不見說 真正的其實一個人性面向 或者是要理解人上 一個比較穩定的理解 如果你覺得你今天缺什麼 就要學什麼 那你是完全隨著時代賣動了 就是隨波逐流 但是對他來說 其實你應該要看到說 我們是怎麼樣走到的機率 就像我剛剛說的 為什麼我們像 楊比較大的校訓 過去的校訓 會這麼的務實 到他的歷史背景 可是我們是不是要 確實一直這麼務實下去 而沒有別的可能性 我覺得可以再思考 所以在這裡面就是因為 在那時候民國時期缺技術 那在一百年之後 我們是不是還是缺技術 這件事情 我們可能要想一下 那這邊都寫得比較快 所以我就直接 帶一下 就是 一開始學校的起源是教會 那教會的功用是在什麼 他在對抗所謂的 羅馬帝國的蠻族 那他在對抗蠻族的時候呢 就是 實際上他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培養人的靈魂 所以 學校是一個中介體 就是 學校一開始 他本身就有一個 所謂的神聖的面向 他是面對上帝國 可是呢 他同時又需要 所謂的事實的部分 比如說他要文字啊 要學習這些 這個 整個世俗的學問 所以 學校本身就是一個神聖跟世俗 鬥爭的合體 就像在學校裡面 我們有所謂的 人文學科 有所謂的自然學科 然後兩個人在跟你講說 人文學科講的太高大上了 自然學科實在太用俗 太自俗話了 點點點點點 這個其實在 一開始就有 但是不管怎麼樣 學校作為一個機構 他最重要的是 他塑造人的靈魂 如果幹個討論 最重要的事情說 學校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 它是一個道德的環境 它會讓你覺得說 做什麼事情是對的 做什麼事情是錯的 就像在這邊 我們會覺得說 反正我們就是一個 培養工程師的學校啊 我們是培養員居人的學校啊 所以這樣有什麼不對嗎 老師你是不是好受訪問 你喜歡講這些 去隔壁好了 或去其他地方 不是嗎 到底有什麼錯呢 所以這邊的問題是 那我們到底要培養 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的靈魂 那這件事情能不能停下來 反思跟想一想 我用他的理論 再講這個 好 那我順便講一下好了 就是 在這裡面他說 為什麼學校會發展出 所謂的技術制度 也就是說所謂的 大家要住在一起生活 然後大家要聚在一起上課 這一點就是跟前面的 最大目的事有關 就是要改變人的靈魂 靈魂 那我們以前講 教育就是要潛移默化 其實講的是同樣的道理 只是這邊他講的更直接就是 我要直接感受你的靈魂 如果你講的更 更 兇不餓一點的時候 就是叫洗腦 但是我們不會覺得他叫洗腦 對 你可能在學校學了一堆東西 你發現你回到家 跟家人有一個路路 尤其是你念人文學科 你會覺得有一些心想法 心思文 那甚至再說 但是他的重點就是 學校是打造人的場所 那 但是 大學到底是怎麼出現的 就是 在這個野蠻民族 就是不斷地 攻城略地侵犯的主控之下 大學其實是作為人類文明 最後的這個 留守真諦 然後會告訴你們說 人的靈魂應該是怎麼樣子 而不是單純的 吃喝拉扎睡 還是有一些神聖變的追求 那這邊都是歷史啊 就是 在跟你講說 學校等級制怎麼樣建立啊 然後但是呢 學術等級制啊 就像我們現在有所謂的 大家都有各自的身份嘛 你是不是學生啊 老師講師一路往上 到社務長、校長 這邊的這整個學術體制的建立呢 其實是跟所謂的國家 為了要統一管理人類的靈魂相關的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 我現在也不講學生啦 我們學生很溫馴 這個部分是因為 我們的老師也非常的溫馴 我們的老師溫馴的點是在哪裡呢 是因為 他是非常守規則的人 哪邊有點數 我們就去哪邊 哪邊有任何特別 我們就該該做 所以在這裡面 其實如果你追隨到圖爾幹所講的討論是 在很早以前 國家就知道怎麼樣收編人的靈魂 把你分等級 讓你分高低 然後讓你知道說 欸 後果這個身份好像比較尊榮 而你不會去亂搞 不會去鬥爭政府 這叫做靈魂的收編 所以這基督教教育的理念啦 但是 基督教還是會 不會想要被完全收編 所以他也在利用國家 所以他的想法是 人作為一個整體 我們應該是做一個全能教育 所以他一直是一個神聖力量 跟持續力量之間的拉扯 好 那 總而言之 最後他的討論 這個直接跳結論 就是說 中等教育是在培養教育的思考力 但是高等教育 就是透過個別具體的事務 訓練你的專業能力 那在這邊重要的點是說 就是 不管你是念大學 還是不念大學 其實你都需要思考判斷推理 因為我們現在的時代 已經非常的複雜 就連你可能要去外面做個生意 或者是怎麼樣的 你都要學會一些 背後的推理 你的思考 這個是他提醒你的 所以就是 提醒你說大學教育 其實當然它是有非常務實的目的存在 他 偷爾幹的講法比較不會是說 我們就是要什麼淺眼默化 他會跟你講說 我們這個時代已經世俗化了 但是裡面有一些重要的東西 應該是我們要務實的看待 所以他認為 人既然作為一個整體 就是 我們就是 應該要統一的去看待 自然世界跟社會世界 所以 我就直接講結論啦 就是 剛剛講嘛 這個學校是在吸收人的靈魂 但是人是什麼 以前我們會覺得有所謂的人性 但是透過社會學的觀點 來告訴你說 人性會隨著時代也有差異 所以 難題就在於 這個世界已經不存在標準答案 你必須要針對你所處的環境 社會條件 去做了解 然後你才能夠知道說 我們怎麼樣去應對 所以 他的這整個的 所謂關於大學的討論裡面 認為大學應該教別人的什麼東西 是 就是 第一個你要學會客觀觀察的這個世界 事物 然後第二個是理解到這個世界 有它的複雜性 不要再用沒有時間性的所謂本質性的觀點 來看待這個世界 對 好 這其實就這一張了 好 我還要多久時間 我覺得我好像講很久 對 好 那 我決定改一個做法 因為我這個做太多章了 第二個 欸 然後我們也可以像觀察自然一樣 觀察人類 這都是他的一些想法 教育的目標是 把人打造成一個整體 然後 學習應該是 看到熟悉不同的知識立場 對 然後打造一個全面發展 你就是說 用所謂的新的理性主義 關注複雜性的理性主義 來培養人類 那他的想法是 我們其實需要一個新的現代公民 為什麼突然要這樣說呢 是因為他是所謂的 國家的當前紅人 他有 就是做到類似教育部的 這個好朋友的這個職位 就是 教育部的這個長官 都會一直問他 所以他就說 我們怎麼樣培養 我們新的時代公民 就是這些公民 應該是基於所謂的 時事實務觀察 然後來進行這個培養 所以他在意的是公民 這是土耳乾的最重要的點 他在意的是公民 好 那我們用他的想法來思考 就是我們所面對的這個 台灣的現況 就是前面有沒有 榨乾假設 就是人是一個殘缺 所以你才不停的去賺取 可是到底要榨取什麼 我們其實也不知道 只是修修課 就算得到學校最大的利益了吧 然後第二個是公立主義批判 是說我們的靈魂 是不是只是在那邊求取學分 而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第三個是對世界的數學化 因為你覺得透過公立 公式 公式定理 然後就可以理解這個世界的全部 但是土耳乾會提醒你 你要回到事物本身進行觀察 因為這個世界是複雜的 所以這個重點是要教什麼 教所有凡子能力複雜的事物 真是理念 追求理念的人 不去對我解釋 那底下我要講的是尼采的批判 尼采比較有趣 尼采的這個人的生平背景啊 他是一個曾經就是 先講他是牧師的小孩 但是因為他的爸爸很早就過世 然後他的哥哥三歲也死掉 不是哥哥是弟弟 那哥哥死掉 那他今天太小了 就是他的弟弟很早就死掉 所以他就會在思考 上帝到底是在做什麼的 為什麼會讓這些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他不斷的想 然後呢 但是他也很認真的不斷的去學習 各式各樣的知識 所以他得到他的一個老師的欣賞 就讓他直接破格聘論 當某一個大學巴塞爾大學的教授 所以他就發表了 就是真的他的朋友 然後寫了這樣子的一個文章 就是這個學校到底是要做什麼 但是他寫的文章啊 都是在罵學校 都是在罵這個大學制度 因為他在這樣一個人生歷練過程當中 他覺得更重要的是 個人的這個自由的追求 也就是說我們到底怎麼樣脫離 這個所謂的某一種庸俗的 合乎時宜的 合乎大眾的這種潮流 而能夠做自己 好 所以這邊主要是說 就是當國家在告訴你說 你應該要學什麼 要學什麼的時候 但是你怎麼樣去反省跟思考這一切 我想時間不太夠 我直接跳到我想講的 這個討論好了 就是 他認為現代教育其實是讓人扭曲的 就是你會為了所謂世俗利益 但是你會去扭曲你自己想要的追求 所以他認為說 現代教育並不是不認識你的 而我們其實應該去永不挑戰 現代的教育 你要作為一個挑戰者 然後你要去相信你的自然 相信你的本能 相信你的生命 自己本身的追求 所以他跟前面圖爾剛那種非常強調 為國教非常公平的講法 非常不一樣 尼采要講的是 培養一個具有自由精神的人 這是他最重要的關懷 那這個PPT如果大家之後要 你可以拿去看 我直接講就是 我這邊帶下來的最終結論 就是 不過這邊他的批判其實非常有趣 我還是講一下好了 就是 他認為教育危機在於 你的類被扶貶手邊 就是人被收到一個框框裡面 然後呢 你好像不太重視你自己的本能衝動 然後這個跟他所在所謂 德國浪漫主義的傳統是有關的 因為大漫主義是收揚人自己 所想要追求的那個本能衝動 所以 第一個是教育 越來越大範圍也是 所有人都可以受教育啊 就像我們現在大學生 就是入屬率超高 可是不是真的每個人都想念大學 只是不得不 然後第二個是 教育呢 其實放棄他的驕傲使命 而為國家佛 那最終使命 他的認為應該是為人類提供 某種範地 而不是說要為國家佛育 這邊其實是他的思考 因為我們知道所謂的佛育教育 其實是在那個佛魯斯 那個畢斯邁他開始建立這樣一個國家全民教育的這個政策以後 那他就聽這種說法 這個全民教育其實只是讓所有人都變成國民 而不是讓這些人成為他自己 所以每個人都好像要被納入所謂的民族主義的這個大一統帝國當中 然後我們所有人都是所謂的得意之人 對 可是他覺得這可能不是教育的目標吧 所以 他認為教育應該是集中於少數人 然後這少數人成為一種人類的典範 告訴你可以怎麼樣的活 然後他去創造人類的活 當然你可以說他經營主義 但是他要透過他的經營主義去批判 以後一些批判的行道 他第一個批評 這個是輪為謀生手段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我們現在的主題 然後教育輪為學術分工的工廠 第三個是教育輪為新聞的不願望 我們只要有什麼事情 我們只要發新聞稿 現在就是要透過新聞 我們才能夠遭到更多的學生 然後維持學校的生成 但是這是他講的啦 真的的人應該是要能夠從語言開始 然後開始透過語言幫助你思考 去培養一個人生的感覺 然後 教育是培養少數天賦 這個 這個就是他要我們當的 但是 把謀生為前景的教育 不是真的教育 因為缺少生產教育機構 對過天才能令人接孤獨而悲傷 所以 某個時候他就養他自己 就是 他說我們到底怎麼樣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那些擁有獨特想法的人 原創想法的人 可以有一個環境去生成 所以 他的定義就是 真正的教育 是一種以心靈的精選為之稱的 高貴的教育 就是 你是以一個這個心靈的這個發展 而且高貴是什麼意思 高貴就是 我不跟大家同流合物 我認為我可以跟你不一樣 這個在他的術語裡面叫做 不合十一 我們現在所鼓勵的事情都叫做 合十一 什麼叫做合十一 就是你要跟大家一樣 大家在做什麼 就跟著做什麼 可是他所主要叫做不合十一 不合十一指的是 你總是在跟別人做不太一樣的事情 然後呢 也因為你的不一樣 大家會發現 原來那邊有一條路 我們用現在的說法 就叫做創造 因為創造 它還有一個創馬 它就是要打破原本的萬行狀態 那 你要造就是你要做點什麼 所以 對他來說 重點是 你自己怎麼樣去實現你的自我追求 而不是去滿足大多數人的期待 教育應該是要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剛剛講 合乎十一 不合十一 他講兩種道路 一種是為了生存 但是你又只是為了生存 那你到底活在這個世界上 你跟動物有什麼不一樣 動物也是吃喝拉撒睡 你也是吃喝拉撒睡 只是你經過這個過程 叫做學校教育 然後你覺得你好像比較活的話 但對平常來看沒有 那 另外一個是叫做教育機構 就是你追求你自己心靈高尚的目標 在這裡面他稱之為目的十一 就是追求 所以 這我們剛剛講的 那些學校呢 學校 教育機構是國家設置的公共基流 致力於更高於目標的一切都被他刪除 他們很善於用華麗執著修飾起目標 記得我剛剛放過幾張頭影片 華麗的執著 就是 這個 過了一百五十年其實沒什麼改變 他執著很華麗 但是他不再會去面對真正困難的事情 那他捍衛一個天堂的組織 在高大的神秘 人必須完成其作品 這邊的教育機構是指什麼 他指的是說人其實需要夥伴 但是在學校裡面該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把後面的幾張直接濃縮 我說 作為一個大學人 其實他要做的事情是為培育天才和努力 我們在大學論教的人 其實我們都是二流 而且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是二流的 但是我們願意貢獻我們的所能 未來的學生們才有機會成為一流的 如果我們一直以為我們是一流的 那學生只會成為我們的富翁 學生只能跟著我們的腳步走 所以對於你才來說 學校老師們你要知道自己 永遠有可能被未來的人所超越 所以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偉大 反而你要試著去讓未來的這些天才 有機會成長茁壯 這個說法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 我們現在都不斷地在說卓越啊頂尖啊 一直在講這些價值 可是你在講這些價值的時候 你反而會讓那個可能性萌芽 就不見了 所以他要講說二流人物的不甘心 傳過甘願心 這個是我講的 就是說 在這個教育機構裡面 有沒有一些人 他是願意從高的淘汰度 是甘願心生的本能 是對培育天才的服從與習慣 他的說法就是 你知道你應該做什麼 你在大學裡面 你就是要讓那些天才 有可能 可以在這裡面找到一個空間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 已經沒有什麼大的空間了 而大學應該是一個 為他們留空間的地方 那特殊選材 某個程度上都在做這個啦 但是如果是社會學的批判 就會說 特殊選材其實是階級在生產 那當然你要看你 但是處在哲學家的理想 以及社會學家的理想 就是可以轉看 所以這個 這個大家講的一些想法 那大學教育機器 大學怎麼樣做一個教育機器呢 就是說 但是我們現在做為生技機構的大學就是 老師自己講自己的 學生就是選擇愛聽不聽 然後大家都假裝有在上課 這個就是大學做為生技機構 就是我們都在虛擬故事 但是在這裡面為什麼走心會發生呢 是因為背後有個國家 國家告訴你說 你就是要這樣心理如意做該做的事情 至於裡面的成效有沒有在培育天長 這不重要 我們就是有滿足 開課人數60人 然後在這裡面大家有在聽課 甚至老師都錄好了 不用講課 你不用面對人 然後學生也就是在這邊 因為聽到學生結束了 所以這裡面他所講的事情是 到底你在學校裡面在做什麼呢 他在問這個問題 所以如何評價大學生的獨立性 這是他的看法 所以他會跟你說 這些大學生他基本上是實氣成真的 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成命對修是什麼 然後只是坐在課堂上 然後完成這個學業 他也會 但是他最後面 我覺得最後一段的討論也非常有趣 我們會一直講說在大學裡面 學生應該要培養獨立性 獨立性 但是他跟你講說 學生一開始就獨立 那這不就跟你前人 你在講說 人應該自己發明輪子嗎 可是現在誰會發明輪子 你有車子你直接坐車子吧 所以一開始學生最重要的事情是服從 因為你是一個弱者 你作為一個弱者 你就應該跟強者學習 所以學生最重要的是服從 但是服從誰 服從大師 服從老師 如果你能夠找到一個好老師 並服從他 那麼你就可以慢慢的跟到阿極族之上 再慢慢的成往天才的路邁進 可是你一開始就想要自立門戶 你一開始就強調獨立性 那最終就只是亂搞 因為所謂的獨立就會變成 你不想學習的託詞 我就自己做我專題啊 你何必管我 我這樣 喔喔 所以我覺得尼茨在談學習的時候啊 大學在做什麼 大學他把他想成是一個 就是你先去尋找高貴的靈魂 然後如果這個人的靈魂真的比你高貴 你就臣服於他 然後跟他學習 然後服從於自己的這一個 所謂的你相對比較弱勢的這個面向 你要能夠誠實面對自己說 我是弱者 所以基於我很弱者 我面對這個我服從 我才能夠在以後變成一個命令者 這是尼茨的想法 所以在生命裡面 生命跟生命相處 他一定有高有低 面對一個比我們強的人 當然我們就服從他 面對比我們弱的人 當然我們就命令他 他講的是很簡單 他是一個最基本的關係啦 那你說中間還有什麼協商啊 討論那個先不管 但是他很重要一點就是提出 學習本身的前提是基於 對於所謂的高貴者的服從 對於所謂有教養人士的服從 在這一點上 你未來才有機會自己發展 而成為一個命令者 所以人需要偉大的引導者 一切教育一切從服從開始 這是他的想法 我再說一遍 一切開始於服從 開始於遵守秩序 開始於訓練 開始於願意服務 但他這邊講的是 開始 結束要結束在哪裡 結束在你可以下命令 你可以命令你自己 你可以成為你自己 所以不是只是服從而已 因為你一路服從到底 那跟機器沒兩樣 你跟之前講的那些動物出生 沒什麼兩樣 所以他只說開始 就是他的想法其實蠻有趣 他會有一個階段性的轉折 所以他有一個比喻 就是說 所謂的在大學學習 其實是這樣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 當然老師各三個的 學生各學各的 可是他就像一個樂團一樣 沒有指揮一團散散 可是今天如果出來一個 有一個老師 或者是一個指揮 他願意稍微指揮一下 這個音樂好像變得稍微可以聽了 因為有人願意出來指揮 有人願意出來 帶大家做什麼事情 可是呢 他要跟您講說 這個是有指揮的樂團 可是呢 如果說真的有一個天才出現 當然天才出現是有條件的 就是他會是一個階段論 就是必須要先有人願意投入 而這個投入是為了 讓未來更多的人能夠投入 就是炮磚引玉 或者是新火相傳 所以這裡面是一個階段性的 他們找 就是 但目前的教育 其實都沒有這麼多 所以他的批判是 這邊我講說 他其實面對一些困難 教育不是這個 而是 這些影響 所以我們可以用 尼采的想法來 就是問陽明交通大學在做什麼 就是說 學校是為國家服務嗎 學校是為市場服務嗎 學校是為新聞媒體服務嗎 喔 陽明交通大學怎麼想這個事情 學校是落魄者避難的學術工廠嗎 因為我可能去不了業界 或者是我去哪裡 所以我決定躲到學校裡面來 因為我可能趕出社會 那學校由於大學自由為民 無視師生間的教育放任嗎 就是老師放牛吃草 學生反正能夠就好 有這種事嗎 當師生的討論 討論挑戰國家自去時 會不會有干預者介入 意思就是說 是不是你的國家都在監管著你 那這樣子的一個大學機構 還是一個大學嗎 老師們是否為干預培育 下一代天才而努力 而不自私為天才 就是不會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而你願意把自己放在第二位 說我培養下一代的活力 然後學生們有偉大的引導者嗎 還有甘願服從我嗎 心靈高貴嗎 這是從你才來的討論 可以帶給我們的問題 我發情不講太久了 最後惡蘭 有時間講嗎 大家要聽嗎 還是我需要 好好好 還有十分鐘 惡蘭 惡蘭比較有趣 惡蘭就是少數 少數的這個女思想家 然後她的想法非常的細膩 那大家可能認識她 所以她是在這個所謂的真理無懼 的這個紀錄片電影 或者是說 她有提一個 一個概念叫做 勒之靈勇 就是說這個 這個 納粹大屠殺這件事情 誰有責任 其實每一個人都參與 這個中間的環節 譬如說 你把猶太人運送上火車 然後呢 火車把他們趕到其中營 然後到其中營之後呢 你把他送到這個王寺 那個這個獨棄市 每一個人都參與其中 可是每一個人都說 我只是奉命行使啊 我只是這個 這個一法行政 那這些人到底有沒有責任 今天如果德國是戰勝過 那他們還會有罪 所以對於外人來說 恰恰好 是這種儲存於科層體制 儲存於官僚體制的這種不思考 他是最大的邪惡 他稱為平庸之惡 不對 惡之平庸 惡之平庸性 就是惡其實體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因為我們不思考 我們的每一個環節 怎麼樣讓這個大屠殺成為可能 所以他說 只要當中有一個人願意思考 讓這個環節斷下來 起碼就有一些人可以得救 所以他一直非常在意的事情是思考 然後他處理的主題是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這個事情發生在 比如說希特勒 或者是這個莫索里尼他們的獨裁政權 為了治理國家 但是他們就是可以用一個非常強大的暴力去支配 然後或者去屠殺 然後發動戰爭 一點點點 他在最後問這件事情怎麼發生 但是我們今天要談的是他一個比較少見的作主 就是在談教育危機 那是因為他從這個德國 然後流往到法國 然後法國在跳過海 跟著他的前夫到了美國 這個前夫很重要 不然沒有限 你可能也去過不了 對所以在到了美國之後啊 美國發生了一件事情叫做 Johnny Canary 就是強尼沒辦法閱讀 就是一個成年人 或者是這個外來的移民 他一直沒有辦法融入美國當地社會 而且引發了一個爭議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就是有一本書很有名 叫做如何閱讀一本書 大家可能都聽過 所以那個那個作者 其實是一個亞里斯多德的研究者 然後他就會說 美國的這個教育啊 實在是墮羅啊 實在是我們應該要教大家如何閱讀 其實那個時代脈絡是引致的 就是1950到1960年代 就是所謂的四字律問題 就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那二人就在講說 我們所處的一個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 它是一個你跟我 跟很多新來者 這些新來者 不管是你新誕生的小孩 還是你新誕生的從外面來的移民 我們怎麼樣跟他相處 你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想說 台灣怎麼樣去面對這些所謂的原住民 新住民人口 就是來自東亞的這些人 你要讓他學會我們的語言嗎 還是我們要學會他 我們怎麼樣去跟這些所謂的 一文化的人 然後異背景的人相處 都在處理這個問題 只是他現在處理的是較為 下語領域的特殊性在哪裡 就是 我覺得我直接跳結論 因為我有整理 我直接跳結論 就是 結論是 結論 應該這麼說 他在裡面先界定 我先跳這段原因是 他先界定說 孩童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孩童是個人 沒錯 但他是一個 正在成長中的人 所以呢 你讓孩童直接 曝露在社會的這個包圍之下 比如說就是 把他當成是一個名人啊 或者是有公民權的人來對待的時候 其實他可能會 就像我們陳雲講的 亞苗助長 因為很多事情 他認為像愛情啊 心情啊 這些東西 他就是應該是屬於私人領域的 而不應該附露在公共領域之下 就是你整天拿著這個手機 然後每天上傳你的小孩 你會想過你的小孩怎麼像嗎 對然後你的小孩 欸我認識你 沒有沒有 他認為這樣子 其實對小孩的成長 是會有負面影響的 因為他認為 該在私領域裡面的 而不應該進入公共社會附落的 這個應該要名則去看看 就像愛情不應該附落在所謂的 光天化日子下 否則他就只是變成一個新聞炒作 會被扭曲得非常嚴重 所以 再次面的討論是說 過去的教育 像特別美國的使用主義教育 會說小孩子就讓他做工學啊 讓他在有其中成長啊 可是 這裡面預設了一個問題是 預設了孩童世界的獨立 絕對獨立自主性 然後好像小孩的世界 跟大人的世界是戰略開來的 大家可能有讀到一些親子育兒書 小孩就放他在那邊 然後你不要去干預他 讓他自己成長自己去摸 可是對於大家來說 你總有一天你的小孩 還是要進到大人世界啊 所以如果你不去承擔一個 教導小孩子的責任 那你到底成胎要幹嘛 你也不能管生不管養 其實他的想法很簡單 在這裡面講說 我們其實在這個世界 就是因為在他的年代 極權主義非常的可怕 所以大家都害怕群威 然後呢 但是在他認為來說 政治領域上 當然我們還是要平等對待了 好好的互動跟溝通 可是在教育領域上 他一定要有個權威 這個權威是為了保護 而也因為有保護這個小孩子 才能夠相對的無縫接軌 順利的進入到社會 所以他認為應該要有總結環節 就像今天我們假設沒有學校系統好了 你小孩子出生 從家庭直接就進社會 那社會是一個落落相識的地方 當然直接就把小孩可能處理掉 說不定的小孩 家庭跟你也非常好 但是學校的作用是什麼 學校的作用就是 作為一個中介體 然後讓小孩子能夠看到 這個世界的多種樣貌 為一些成人世界而做準備 所以在他的討論來看 大人們應該要承擔責任 他這邊所講的事情 其實是對所謂的 教育制度的這個責任到底在哪裡 就是我們必須承認 我們就是在保存跟延續某些傳統價值 而且在這些傳統價值之下 讓小孩子 小孩子一進來 他其實是一個新生的狀態 他不斷的會衝撞 會打擊 就像每年的新生 你只要假設 我們沒有新生訓練說明會 我們沒有一個所謂的宿舍規範 沒有所謂的學長 去教導一些人 就讓這些大學生 在學校裡面亂竄 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 就沒有一個規照 沒有一個制度嘛 但是在這邊 因為我們作為一個人 或者是大家在工作場合上 你都覺得你有你的責任要承擔 就是要把這些所有情況都設想好 讓他們能夠進來 但是你也知道他們進來之後 事情不是你想那麼簡單 就是他一定會有一些新的變化 所以他說我們的世界就是這個樣子 先在講這一段的時候 我要講的事情是 鄂爾蘭其實太常強調所謂的 notality 就是誕生性 我看一下我前面有沒有寫 因為我 我決定直接用整 反正到時候我PVT給大家 就是那個誕生性這件事情 就是他認為這是人所特有的一種特性 就是你永遠不知道人跟人之間的相處 或是會發生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遭遇的對象會是誰 我們現在所遭遇的對象 我們都有預設叫做正常人 可是今天你發現 譬如說一個70歲的老先生來念大學 然後來使用圖書館的服務的時候 請問我們該怎麼樣去回應他 這時候 第一個是我們其實有責任去面對 這樣的一個新的參與者 又或者是今天是一個有弱勢的學生 他進來這個地方 我們怎麼樣去承接他 他認為其實每個生命 當然有他自己生命的價值 而這些看起來弱勢的 或者是挑戰的 或者是對這個 我們所謂已經建議的世界不友善的 這些新來者 你就是有責任跟義務去承接他 因為他就誕生在我們身上 所以最著名的一句話 就是賀蘭的這個 一句話叫做愛這個世界 他是從宗教出發的 就是說 我們其實這個世界 就是人與人的共同存在的地方 所以不管我們遭遇到了什麼事情 我們就是比如說原子彈爆炸 然後家裡大吹殺 你不能一輩子帶來這個悲傷 所以你要學會寬術 當然責任還是該不得要活 反正你要學會寬術 接著透過所謂的承托 讓這些事情不會再發生 所以他跟尼采 最大的區別是 尼采講的是 叫做熱愛命運 他談的比較是個人 如何面對這個 無法抗力的因素 而你能夠擁抱他 面對他 接受他 使這一些所謂的困難 遭遇變成你生命的養分 尼采叫做熱愛運運 可是 鄂蘭說 我們要愛這個世界 所以他們兩個立場 會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就是尼采會跟你講 獨心俠啦 精英主義啊 個體主義 可是他 鄂蘭會說 我們是個共同體 我們應該共同承擔 我們要承接 我們要接受 在大學裡面 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除了前面 尼采講這種 培養天才之外 那 鄂蘭可能會跟你說 重點是 我們怎麼樣讓那些 跟不上的人一起被承接住 一起走一起往上 所以讀大學當然是為了什麼 當然到後面開始講的那個東西是 不是說 單純是學生的責任 因為大學作為一個 學生跟老師共同存在的地方 他不是只是心生的問題 心生的問題是我們所有人的問題 因為他的到來一定會衝擊我們的世界 所以所謂的心生講說 他所面對的不應該只是心生 而是所有在場的人 這個是讓人的想法 所以 就是最後 幹嘛上大學 我爸我得這四個作為小總結 就是 一經的那個說法是 當你不再把你這個世界 視為理所當然 一切明明白白的時候 那所謂的這個蒙昧的狀態 反而能夠幫助你去摸索跟探索 一些新的可能性 所謂的養蒙遺症 蒙遺養症 你透過這個蒙你是不是在想說 我的人生是不是還有一些新的可能性 那你可以去探索 第二個是 托爾幹 托爾幹會跟你講說 我們培養一個現代公民 現代國家 那我們其實要認識到 我們不再有一成不變的定律 我們不再有所謂的絕對的人性 我們重點是謙卑的去觀察這個自然世界 觀察人類世界 然後以一種非常務實的切勢的角度 以複雜的態度 以認識複雜的態度去面對 要成為一個心理性主義者 那第三個是尼采 尼采會跟你講說 大學不一定是你的遺歸啊 但是大學有大學該做的事情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怎麼樣透過一個自我約束 自我要求 然後自我補充 然後慢慢的去讓你自己的生命 能夠那個本能的面向 自然的面向能夠蓬勃發展起來 然後成為一個自由的精神 這個很有趣的一個說法 是尼采會說 老師啊 請問你的這個道路啊 就是是怎麼走的 你能不能完全跟隨你的道路 然後那個老師就跟他講說 這個路啊 就是只有我能走 你得要去找你自己的路 因為我的路一定跟你的路不一樣 所以他反而是在想 重視每一個個體的差異 而你應該去找尋你自己生命的道理 那俄嵐講的這個愛這個世界 他重視的就是 我們應該集體承接 這個所謂新生來的打戰 我們怎麼樣去面對人類在互相互動的時候 大概都不確定性 所以回到這個大學的這個面向呢 你說我們到底要學什麼 我們只是要學說一個職業一個穩定嗎 可是光是這幾個思想 他就告訴你說 其實所謂的這一個比較大的學問好了 就是你其實應該是在講說 怎麼樣把你自己放到這個歷史洪流當中 然後去讓你自己人都比較開拓的 去嘗試不同的可能性 不管是知識上的增長 個人的成就 或者是對於共同體的承諾 那這些都可能是讀大學的意義 就到這邊 謝謝